过去的人在河里洗澡 洗完澡上了岸 然后涮涮脚 穿上鞋 全身都干净了 每天晚上我祷告的时候 我都求神 洗去我这一天沾染的灰尘 世界上的灰尘 心灵的灰尘 赦免我的一切的过犯 让我能够干干净净的入睡 神的确这样对待我 感谢主 神恩待我们 因为我们是他的仆人 所以神如果说 让你来服侍他 那么第一层意思就是 他要服侍你了 你给他的多么少 可是他给你的多么多呀 你给他的是一点点 他给你的是一大 是无穷无尽的祝福 世世代代的祝福 这是第一个意思 服侍神 那么如果神 叫你来服侍他 还有第二个意思 就是叫你服侍人 耶稣说 你们把善事 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 就是做在我身上 你们看见有人 人饿了给他吃的 就是给我吃的 你们注意这话说的很严重 如果看到有个人饿了 你给他一个面包 你要记住 你给神一个面包 你看到有人渴了 给他一杯水喝 你要知道 你是给神一杯水喝 有人生病了 你去探望 不是探望他 乃是在探望神 神的心意 就在那些 他所疼爱的人身上 神自己不需要我们伺候的 神非常的健康 神非常的富有 神非常的全能 他不需要我们伺候 但是他需要我们去伺候 他所挂念的人 他所疼爱的人 就是世界上 没有人爱的那些人 这些人是神最挂念的 因为神的孩子当中 有的有出息 有的没出息 对吧 有的成功了 有的失败了 有的被人疼爱 被人吹捧 但是有的人却被人遗弃 你说做父母的 哪一个不疼爱自己那些 被遗弃的孩子呢 神也是这样的心肠 所以耶稣要呼召一批人出来 要呼召他儿女中 一批有能力的人出来 去服侍那些 他儿女当中 没有能力的 没有出息的 没人疼 没人爱的 这就是神的心意 所以神呼召我们服侍他 就是让我们服侍人 圣经上要告诉我们 你若不爱你身边的弟兄 你怎么说你爱那看不见的神呢 所以服侍神就是服侍人 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 就是坐在神身上 我们在北加州三藩市 有一个普妈妈 她今年八十几岁了 她的生命 就是有一个目的 就是服侍人 同时就是服侍神 她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 给别人做饭 给教会的弟兄姐妹 那些需要的 生病的 坐月子的 给周围的一些老传道人 老牧师 我们那个北加州的 很多老传道人 都吃她的饭呢 像郑果牧师 唐又枝牧师 林安国牧师 莫亨瑞牧师 还有很多 后来她认识了我呀 虽然我还不太老 也是做呀 做的那个饭 那个好啊 她从十四岁就开始做饭 我第一次去她家 一桌子 最好的都有 什么海参 什么蒸鱼 牛肉 这不用说了 燕窝 鱼翅 一块上 吃的时候 她把那个鱼的 那个腮呀 有块肉啊 加出来给我吃 她说这是鱼身上 最好的一块肉 反过个来 把另外一边的肉 也夹出来 我以为她要 给我身边的太太 又给了我 她不仅两块都给我 还对我太太说 莉莉呀 以后记着 这个鱼头上 这两块最好吃的肉 都要给远弟兄 我当时很感动 扑妈妈说 我爸爸临死之前 告诉我 她爸爸活到一百岁 一直服侍神 服侍神的仆人 她说 我爸爸临死之前 告诉我 记住 永远要把最好的东西 给传道人 给神的仆人 他们一家就是这样 他们家五代基督徒 都服侍神 服侍人 吃了还不算 你走的时候 我给你带着呀 每次去的时候 我们家是那个 都要把后座放倒 走的时候 他给你买的东西 都是烤鸭三只 生鸭三只 鲜鱼五条 什么梨桃各一筐 都是那样 什么organic的 什么这个那个那个 每次都是这样 然后每个主日的早晨 起来要给全教会做饭 他们教会不太大 几十个人 现在不行了 现在一百多人了 他坐不过来 他就做那个什么 点心 做两样点心 那也不得了啊 他一天到晚 没有别的目的 就是伺候神 伺候人 而且他给人做菜 做饭的时候 他是给神做 一个菜叶掉下来了 他要在地上捡起来 要用水冲干净 他说 人看不见 神看得见 都是做最好的 去年的感恩节 他们家买了 多少那个什么 火鸡 感恩节的时候 打电话说 元弟兄啊 你们来拿火鸡 要多少 我太太说 要半只就够了 我们一家就俩人 他说来吧 到那一看 排着长队 都在他们家 零火鸡呢 去年啊 感恩节啊 他们家是 六十多只火鸡 给周围的团契 那个传道人 给教会的弟兄姐妹 真的是 把一切都摆上 都给神 你去他家的时候 千万不能夸 他们家什么好 你夸什么好 他让你拿走什么 我们不懂啊 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 我太太就说 你这个蒲妈妈 你这个兰花 种得这么好看呢 他们家有好几盆兰花 特别漂亮 非常高贵的兰花 那蒲妈妈说 莉莉呀 你看哪一盆最好啊 莉莉就挑上 这盆最漂亮 蒲妈妈说 那你就拿走这一盆 所以后来 我们一个传道人 那个侯军丽 刘同苏夫妇 我们介绍他们认识蒲妈妈 我们就提醒她 说你到了蒲妈妈家 千万不要夸他们家 什么东西好 你如果一不留神 说你蒲妈妈 你们家钢琴真好 她会让你抬走了 蒲妈妈真的是这样 你就是让她一块肉 她会从身上割下来给你 就这么好 八十多岁了 充满了乐观的精神 像小孩子一样 满面红光 第一次见面 我太太说 妈妈我们照个相吧 她说等一等等一等 跑厕所里去 红嘴唇 红脸蛋 然后又换了个大花棉袄 出来 真是感谢神 但是你们知道吗 她得过四次癌症 17年间 做了四个大癌症手术 第一个是乳腺癌 把两个乳房都切除了 第二个是肾癌 把肾切除了 第三次是肠癌 把肠子切除 最后一次是子宫癌 把子宫切除了 所以蒲妈妈跟我开玩笑 说袁弟兄啊 我身上没什么布件了 但她活得满面红光 身体健康 充满了乐观 你看不出她有病 你更看不出 她曾经是得了四次癌症 四个大手术的病人